好 悠悠大事了 我升级了 我从通气范升级成为机场情缘男主角 从今天开始正式成为了无国籍的难免 我接到了中华民国 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告诉我的 我的中华民国护照被注销了 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 好 悠悠大事了 我升级了 我从通气范升级成为机场情缘男主角 从今天开始 我正式成为了无国籍的难民 这样子我接下来来参加下一届的奥运就名副其实 因为台湾队一直被放在难民队当中 现在我就成为了一个无国籍的人球 变成了一个无国籍的难民 所以下一届的奥运 来 要记得找我 我可以参加乒乓球队 这话怎么说呢 今天我接到了中华民国 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寄给我的信封告诉我的 我的中华民国护照被注销了 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 其实严格讲起来不是没有国籍啦 国籍还在 只是我没有护照 护照是什么 护照是旅行文件 简单的讲就是说我现在哪都去不得啊 必须要忠心的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美国人啊 那这个从要唱以前唱这个三明主义 武当所众 现在开始要唱 Hosea can't you see Hosea can't you see Hosea can't you see 这故事 这故事呢是这样子 这故事呢是这样子 好就是说呃因为我的护照中华民国护照 2022年10月30号到期 那原本来我想说呃今年的开放了嘛 那接下来寒假 可Christmas可以带小孩去日本啊 去哪里玩一玩对不对 但是我的中华民国护照到10月30号到期 所以我就按照这个循规道举的中华民国国民呢 向海外旧金山文化办事处申请 于是我呢我还想说呃用记的啊怕这个这个漏那个漏啊到头来呃收到了跟我讲没收到 其实我心里面已经有数了 我觉得他们这个蔡依依这个政府呢一定会搞我 那所以我就那天我还特别啊这个金玉跟我我们两个呢 我就开车到旧金山台北文化办事处 本来想顺便上去投案的啦 后来想说哎呀不要为难这个旧金山办事处处长 那他处长呢是我这个师大夫州学弟啊 别没事不要害人嘛 好 所以我就坐在楼下的这个呃这个车子里面啊 那金玉就上去帮我办 我把授权书都写好了 因为到10月30号到期 所以呢我就依法把所有的文件备妥去做这个护照的这个延期啊 不是延期就是护照的更新啦 好那呃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点小插曲啊 因为进去的时候排队的有四五个人 那这四五个人里面啊大概有五个人排队 包括金玉在那里 哎有三个人认出金玉来 还跑过来跟他握手说 一定要跟彭P讲加油 我们都是他的支持者啊 那还有还有说哎呀这个姐妹加油 我们为彭弟兄昼夜祷告 我们的牧师呢常常会为他 而且还为他流泪祷告 好我听的真的很感动 那哎无独有偶的事 但是他到了柜台 那柜台的小姐她说哦你是李主播 哎其实大家都很友善 那当时我其实心里有数 我知道当我开始申请护照更新的时候 这蔡依依的犯罪集团呢 抓我抓不到也不敢抓我也没种抓我 我每天在那晃来晃去参加桥界的活动 好在这里晃出来后面晃过去 只差没上去投案 我上去投案也可以啊 如果你敢把我抓起来的话 那我当场就就告你这个妨害自由 好好反正 那结果过了七天一个礼拜左右吧 哎我终于收到了一封来自 来自什么呢 住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台北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San Francisco 这不伦不类嘛 住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你没有主词嘛 什么东西住 对不对 这个呃什么东西都没写啊 住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台北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San Francisco 什么什么人住在旧金山的台北文化办事处 这不知所欲 好了这里面呢就给了我一封信 住旧金山办事处函 哎这啥啊 我就把它打开来看 哦里面东西落落长 好第一个 受文者彭文正军出生日期民国八十年五月二十九号 对不起那个眼睛花了不小心看错一个字 性别男 国民身份证字号 哎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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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 好发文日期民国中华民国一百一十一年十月二十号 哇你看多有效率 我就是十月二十号 我如果没记错我十月二十号当天递见太厉害了 最速见的立刻发文好你看真的哦你看 数别最速见真的你看最速见哎哎中华民国国民哪一个人去申请护照 有我这样的待遇来来来我们海外的侨胞们平平里你们哪一个人去申请护照有我这种待遇当天申请当天被驳回而且还给我最速见 真是体贴啊最速见哦我没有我没有家我没有多付钱我没有加码我也没有要求什么特权了我是排队哦 五个人排队三个人过来跟我们公金玉握手说请转告彭P全家都支持你 还有说弟兄我们的牧师为你流泪祷告 结果呢他竟然这么礼遇我给我最速见 最速见什么呢好 好来阻止台端限迟第3064888的普通护照一护照条例第24条第二项第二款及第25条第二项第一款规定还怕我不知道规定还付给我这个 条款我刚看了一下条款你在胡说八道啥呀待会我念给大家看如附件一予以扣留他把我护照给扣留了 原核发护照处分以废纸并注销该护照就是把我的护照给注销了 所以现在很简单嘛 我没有我没有美国护照嘛 我也没有马达加斯加护照我也没有吉内亚比索护照我只有中华民国护照 你把我中华民国护照注销我现在不就变成了国际间无国籍的人囚吗 那我不就是要去演一下机场情缘吗 好这个weekend 我去纽约干奶地机场看看有没有那个 看看有没有这个机场情缘可以可以找到好我们来看看啊 他说有关护照申请案 依同条例第23条第一项第三条规定 应不予核发请查照 这是两件事情哦 第一个这是三件事情他告诉我三件事情 第一个我的护照呢 这个废纸 第一个第一件事把我的护照扣留 好他根据什么扣留呢24条第二项第二款跟25条第二项第一款 把我的护照扣留 我待会告诉大家他扣留我的护照我们的违法 百分之百违法 谁要被我告呢 五招谁要被我告 再来 第二个原核发护照以废纸 这是第二个处分 他把我的原护照废纸 废纸 废纸根据什么 也没有道理 第三个他把我的废纸的这个这个护照呢 注销 意思就是说全部作废 第四个 新核发的呢不予核发 所以他给了我四项处分 这个不予核发是根据护照条例 第23条第一项第三款规定 待会我跟大家讲全部违法 没有一条合法 等一下我念给大家听 这两条条款我待会我啃仔细的看 这三项条款没有一项合护我的这个情况 但是他对我做了四项处分 哪一项处分呢我再讲一遍啊 他把我现有的护照扣留 那这是不是犯了侵占罪 到时候要咱们慢慢算 第二个我原来的护照呢废纸 对不对这个独职 第三个注销我的护照 这个也是独职 而且对我的人群我还可以申请这个民事赔偿 第四个 护照案的申请不予核发 不予核发是你的权利 但是不予核发要有条例啊 给我的这个是什么 23条第一项第三款 我待会再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早就已经废弃不用的法规 所以全部违法 结论就是 我成了全世界仅有的没有国籍的人啊 我现在哪都去不得 那我就好好的留在美国唱 Oh say can you see 对不对 那没问题 所以 今天看到这个 旧金山驻台北文化办事处寄给我的这一个 信封 不觉玩耳 我突然觉得 哎 我这大尾 真的我以前没有觉得自己这么厉害 你看到中华民国史上第一个被现任总统告诽谤的人 第二个中华民国史上第一个唯一一个被现任元首告毁谤而遭到起诉的人 第三个中华民国唯一一个因为对现任总统诽谤所以停准备程序还没做就开始退庭的那个被告 第四个中华民国因为诽谤了现任元首而遭到通缉的第一人 现在又加了一个第一人就是中华民国史上因为这个诽谤现任总统而被注销国籍的人 诶 这护照没啦 所以我在全世界的这个旅行文件上我等于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 所以接下来接下来是巴黎奥运是吧 接下来这奥运呢我可以代表台湾加入这个无国籍的难民队 不是刚刚好而已吗 进段广告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很荒唐的很搞笑 但是对我来讲却又是一个非常大的冠冕 接下来我离诺贝尔和平讲又跨进了一大步了 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